大家好 我是崔永元 网上他们老说我骂人 你说谁愿意天天骂人呢 没什么事先的 我有好多事要做 我做教授 研究口述历史 写电影剧本 还话剧 我有好多事要做 但是这帮毛毛蛋 就是跟我动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他们就照死了折腾我 我知道他们天天横着我死 而且他们动用了各种手段 威胁我的生命安全 好在我这个人无所谓 因为我父亲就是枪一耐雨过来的 他就特别散淡 对所有事情都看得特别淡 然后我们还没有刻意的培练 身上就有了这股劲 就不在乎什么 然后玩起来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前两天到那个乡下 然后碰到一个小孩 特别好玩 他呢就玩那个泡泡机 一打灯灯灯 他触泡泡那个机 我就说呢 你让崔爷爷玩一下 那小孩不行 说什么都不行 然后我就因为这点事 跟他中学了两个小时 结果他买了一把新的送给我了 然后我那天就觉得过得特别高兴 跟孩子在一起 然后到地里去摘那个新鲜的菜 然后拿回来自己煮着吃 觉得这就是生活 有的时候一想这些就说 哎呀李他们呢 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是吧 这爱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身上有那么多责任感 把自己身体整好了 天天就觉得吃二十种药 有什么意思 是吧 今天我说的不是这些 我今天告诉大家 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新的记忆 很吓人的记忆 你看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在做这个剪裁 剪裁 我呢 想当一个时装设计师 然后我已经设计出来一瓶 尝试着给这个朋友穿了 结果好评一片 我现在呢 正在注册商标 我不告诉你这个 我这个一颗的品牌 商标是什么 但是将来呢 你一定会看到 有我设计的这个时装 我这个时装展示会 它反正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 别人都是学过的 我一天都没学过 我刚才用剪的剪东西 就剪这种 你看薄皮子 很难剪 又软又硬的 这都是我人生第一次 那又怎么样呢 张向南做出好的东西 你价格他辅料多呀 你们看看 现在这儿的这些什么 靠子 军章 这大概是世界上 二十多的魔家军队的吧 这是我的收藏 现在我要拿出来 把他们都作为 我衣服上的这个装饰 比较愁疼的是什么呢 比较愁疼的是 我在这里要仔细的 把纳粹的要挑出来 因为你衣服上 要有一个纳粹的标志 那就是天大的手 绝对不可以 但是你看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 刚才我有一个助手 他帮我在这个网上查 查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勋章啊 什么扣子 发现有一个就一百多美元的 比我们整个这个服装 买的这个服装的价钱还要高呢 我希望我做一个什么 什么时装 我想跟大家说 一个是呢 有时候我们老看那个 国外的时装表演 你们大家都看过 是吧 他那个时装表演呢 他的那个服装 其实不适合你穿 他是说的流行地 就是今年流行什么 他告诉你 大概是这样的色彩 这样宽松的方式 这样一个理念 比如说是这个 防止地球变暖 他可能是这样一个理念 他设计的并不是 你要穿的这个衣服 而是时装展示的方式 什么叫时装表演 或时装展示呢 其实就跟我们在布上 纸上做画 在舞台上演一出戏 是一回事 他不是买衣服的 如果你要没明白这个 你就会看时装秀 没有一场你觉得好看 为什么 因为那个衣服 我们都穿不了 对吧 现在我们设计的 不是时装秀的衣服 是我们自己能穿的 那我的理念是什么呢 我的理念是 就是一个是说 我希望他洋 跟这个比较流行的 这个服装合拍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希望他有这个民族色彩 你们如果旅游 你们会发现到云南 到贵州 到四处 到四川什么的 你去旅游的时候 到那个少盛民族的那个村寨 他会有那样的礼品 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衣服 你那天很高兴 你穿着 跟他们一块泼水 一块猴瓣鞋 一块围着跳舞 觉得挺合适 第二天 回到了自己生活工作的那个城市 这个衣服穿不出去了 穿着实际 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 像那个演员好像 表演了回家似的 我的想法是把 我们少数民族这些 服装当中的这些 特色 标志 把它融入到 这个我们日常穿的这个时装里面 这样呢 你平时也可以穿 然后他又有这个 多民族的这种标志 它就会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意思 比较像样的这个服装 我现在说半天 你们想不想 看看我设计的服装呢 来 第一套 开始 你看看 你看看他身后的这个贴花 这身后的贴花呢 实际上是我们在 就是那个 小小小叫什么 服装市场 特别便宜的 那个小市场 发现了一条围巾 我觉得这个围巾 可能做 给他做成一个绣片 挺好的 它就是一件普通的 这个黑的 黑的大衣 然后这个绣片背上以后 你看就有这个少数民族的 这个风格了 然后还 他亮丽 再看看我们前面的设计 前面的设计 你看 没有做太多的设计 只是做了两个红绳 就是想破一破这个黑 那么这两个红绳的这个位置 我现在准备把它变化 是做两个这个饰品 装饰品 也是红色的 或者是白色的 那么这个衣服 主要就是因为有后面的这个绣片 它达成了这个吸引元器 走上街的时候 这个回头率非常高 大家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提 如果要现在想订购 也没有问题 但是交货总是在 最快一年半吧 现在还处在设计过程中 这是第一套 然后现在大家看看第二套 你看 这个第二套呢 第二套我设计的时候呢 它主要的理念就是好玩 一定要好玩 你看这个是在那个各个旅游点 都在卖的这种 这种衣服 土布的衣服 特别多 这个你当一条街都是 但是就没特点 所以大家总竞争的 就是你那个50 我这就49 你这49 我这就48 就这样弄得大家的 越来越便宜 大家觉得这个 这不是个好东西 其实是很好的 手工织的这个很好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让它变化一下这个特点呢 所以我就给它做了一些变化 你看 一个是 这放了一个这个绣片 这个绣片呢 还不是特别好的绣片 这是这个机枝的这种绣片 其实你到西藏啊 到贵州啊 云南啊 都能找到那种特别老的绣片 清朝的 英国的啊 那时候的绣片是 这个非常古朴的 不是特别艳新的 非常好看 然后 给它做一个小的 这个这个这个调整 这是这个 这叫啥玩意呢 绿松石啊 小的这个绿松石啊 编的这个花边 这个袖子 你看 如果你光看袖子 像不像个这个少子民族的服装 是吧 然后就看 这个地方就有趣了 为什么 这个地方 我把都去掉 直接缝上了两个钱包 你看它这种钱包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钱包 这个钱包比你那个钱包厉害多了 你看 那钱包里都翡翠 这两天吃饭 我就全靠这个了 结账的时候拿你一个 还找我一白呢 里面的衣服 搭得不合适 这个钱包 翡翠 翡翠 待会先声明啊 等这个服装上市的时候 在市场买的时候 钱包有 翡翠没 翡翠是自己买的 旺里填的 你看 再加上这么一个小小伙子 回来 你是不是显得觉得特活活 这像一个天天在网上跟人骂干的人吗 不像我妈 对吧 还有就是说 骂也没事 你就让这些王八蛋 这些兔崽子 让他们心里不舒服 你自己要高兴 真的 这样才能永远战斗 真的 不能被他们气死 现在看看我们的第二件 看看我们的第三件 看看我们女模特身上的 这个我设计的另一件 这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作品 好 你看 这个是当时啊 我们看到的一个粗麻的 这么一个白色的大衣 我当时在那看了半天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值得一个设计 所以你看 走近看一看 看 你看看它这个衣服 左边 它那个裙摆的左边 那一六 对 这一六还都有扣子 一二三四五 五个扣子 然后中间给大家看看袖子 看看袖子 看看领子 怎么来的呢 你知道吗 来 看我这 不是我们知道 也不是我们染的 实际上是我们买的现成的布料 和现成的衣服 把它剪的 剪掉了以后 我只用它的因素 我不用它整体的设计 我只用它的因素 所以一下子这件这个白衣服 就让大家看着这个特别开心了 这个我发过这个朋友圈 我发过这个朋友圈 好多这个朋友啊都说 给我来一件吧 给我来一件吧 这个定的最高 而且我觉得这种其实可以个性定制 就是说 我有白的 我也有黑的 我就这两种 然后你来定制 你要什么样的 我给你做什么样的 现在大家看我的一件衣服 这是我自己穿的 这两天这个回头率非常非常高 是不是看不出来 我是那个服装设计师 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 这个 这叫什么呢 不是 牛仔 牛仔 牛仔夹克 这个牛仔布的夹克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你看看 这上面这个洞 这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事 当时我女儿创立一个这个 我说 这个爸给你买一个好的 你这都坏了 他不要 就要这样 后来我到商店里一看 这坏的比好的卖的贵多了 但是我们这是买的好的 是我和我的助手 我们自己拿错和杀纸 给做成这样的 这是个普通的这个乳仔衣 你发现它有什么区别了吗 没有吧 现在我回头你看一看 这是前两天啊 就是我说 我去到那个跟那个小孩玩 泡泡枪 他的父母送给我的 这是个老袖片 这个老袖片是50年代的 列宁和斯大林在1917年 这是50年代的一个袖片 然后这个这种袖片应该怎么保留呢 基本上都是能一个镜框 把它乡好的放在家里 但是你看 我怎么穿在衣服上 这个就显得特别雅致啊 就是这个 现在很多大学教授都跟我在订这件衣服啊 因为后面是列宁四大林嘛 那么这种其实老的这个知识啊 其实到清朝都没有问题 都有 全都有 而且是有这个故事内容的 拔仙拔仙国海啊 什么送风到天宫啊 什么全都有 那些其实都可以做成一本两个袖片 前面呢 是不是特别素 前面好像没有什么设计啊 其实我前面也设计了 前面设计呢 我只是想给他搞的这个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前面的设计啊 王总我们宣传自己的服装品牌呢 先去认识一下王总 王达三 王总 跟大家这个致个礼 大家好 网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跟王总合作要做这个业管 因为王总以前一直在这个这个民意地区工作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特别熟 呃 绣片脑子好 这个手工脑子好 我们什么脑子好 他全能说出来 然后我们自己来说 我估计已经有人赞了这个了 对吧 你看看 后面是 后面是这样的 前面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觉得繁琐 前面也可以不动 不要就行 只有后面这个绣片 也完全可以 你看 这都是翡翠 都是从这个衣服上拿下来的 这是一件这个衣服啊 几乎可以让你改五十件 更好的衣服 这个起码新鲜 你没有见过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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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咱们说这样 你这要卖多少钱呢 你就只顿着 我觉得 多少钱在于你怎么看 你怎么喜欢 要我买的那个大牌啊 我觉得没这个有味道 真的 这是这是一种创意 也是一种心血 也是一种感悟 把时尚和民族元素加在一起了 很有味道 我觉得被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它其实可以那个定做 那那你看这上的这个事物啊 这翡翠可以是塑料的 什么什么扣子可以是塑料的啊 那个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贵的 但是你说我就要真的翡翠 我还要兵种了啊 我要什么真的这个黄老师 或者我要真的金子 我要真的金子 我什么都要真的 那它就属一张成功 而且我觉得咱们要做起来啊 最好让那个受众啊 跟咱们一块儿参与 你也可以参与设计 对吧 对 所以我们这个啊 千万别得一会儿网上 又他妈开骂了 我觉得君主元 削尖脑袋又想挣钱啊 想挣钱有什么问题啊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啊 但我们这确实是个玩儿啊 对啊玩儿 玩儿开心就好 要能做成品牌 那是给国家做贡献 对 对不对 就是我们想玩呢 就是这意思 就最好这个这个 穿衣服的人 跟我们一块儿玩 是吧 让咱们每个人 就是说这个品牌的服装 我跟保密你没告诉品牌 你没告诉 我们让这个品牌的服装 每一件跟每一件都不一样 每个人穿上全是特别的 这就是我的服装 对 就是自己的服装 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个 我和崔老师 参与 要不我说的我是 每一个的我啊 每一件服装 拥有着的我 他愿意让我们参与设计 对 就我们就参与 他说我自己设计 那他就自己设计 自己设计 就是这些东西嘛 你看看 这是我特别得益的一个作品 让我们在里头特使来展示 这件是我特别得益的 当时我们看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 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 这一个夹克啊 背心是吧 砍肩啊 当时看不出任何这个心意来 我只是看他上面有一些 这个像油漆似的这些点 还有底下的他这个流苏 我看中了这点 然后我马上脑子里就 闪出去念叨 我说这有可能 做成一个特别棒的这个 这个浮光 然后做完了以后 果然效果特别好啊 这个走近一点给大家看看 看看这个细节啊 看看这些兜啊 然后领个呀 看看这些细节 对 对 看看这些细节 领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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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拍一下这个 那个那个阿姨阿姨在工作啊 这个他们说 他们说 哎呦你们怎么那么那么 运气那么好啊 还能再走到当地 走到哪都能走到财富 不是 这阿姨是我们一起旅游的 我们 我们是一家人 对 我们刚才一起吃完中午饭 上来以后 就说阿姨你会不会这个缝 一扣子 阿姨说会啊 然后现在阿姨就拿这个所有的针线 在帮我们加工 一件一件的就在出这个 一件一件的就在这个出产品 哎 怎么说呢 我希望这个看看我们直播的一些网友 都好好的玩 真的 嗯 别像我这么较真 因为我是个病人 我跟大家说过我每次吃二十种药 对吧 嗯 你们要吃二十种药 我估计这个药和药混合 你们都没有穿衣服的这个欲望了 嗯 嗯 好在我从小就是这么艰难的长大了 嗯 我现在呢 希望找到一种恢复身心的方式 恢复身心的方式就是说 找到更多的这个乐趣 嗯 嗯 冒好的时候就学习的乐趣 其实更多的就是休闲的乐趣 这个体会这个世界美好的乐趣 啊 这个希望大家能能容忍我 嗯 我也不希望我生活中有那么多对手 但是 我也不怕 任何对手 就是最近出的什么德宏军分区 一个复员的一个复僧人员 啊 觉得觉得 哎呀 我都不提名 这么珍贵的机会 让大家闹心 啊 我的意思就是我没心思跟你们玩 啊 你们自己玩自己的 别招我进来 啊 这个 呃 准备那个 最最最棒的一部出场 哈哈 哪一页都棒 呃 我是我是想跟大家说 其实 就在我设计和和这个 呃 施工 我经常觉得我们 过去脑子里可能有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就是说 什么 可以作为时装的这个 这个 装饰 什么 不能作为时装的装饰 服装上可以有什么啊 服装上绝不许有什么啊 他可能有 我们有这个 老有这个误区 其实 所谓的创新就是打破一个又一个的误区 你觉得可以 他就行了 对不对 我说一句啊 我那个外甥女儿 哎呀 可能要生小孩了啊 他说舅舅啊 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孕妇的服装啊 开玩笑 我今天忽然想到了啊 然后我 我先 你们谁认识我 外甥女儿不许跟他说啊 想到 我买了一个特宽松的衣服 准备在在他后背缝上一套小孩的衣服 特别可爱 也是那种 破了的那种小牛奶 上面有些衣服 旁边还缝个奶绳 还有奶绳 我还准备把奶子给他放进来 让他成为这个衣服有机的一部分 所以呢 衣服你看 郁寒 是吧 这个审美 然后 有趣 我们从来没注意到这个 衣服就是 这个浴寒和审美就行了 他还管有趣吗 就要让他管 是吧 好 人家看着衣服 因为这个事儿聊半天 因为这个事儿觉得挺好玩 开心 然后觉得 每一个人 村园那么笨的人都能设计衣服 我便行 对吧 就成为生活的 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 现在看看我的 另一件作品 这件也是 这件不卖 这个 希望大家看看 就别提买的 想到我们不卖 这就一会儿独门了 太前卫了 对 太酷了 这件衣服前天晚上穿着在街上走 后来有一个人说 哎 你是村园吗 你别碰我啊 你要碰我下半生你管 多好的体验光 然后这个 当时我们在 这是我们所有人 一块商量 来补这个衣服 我后来大家意见太多了 说不能再补了 再补就补好了 就全都补好了 但是你让他这个 你 你先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子 你看 就这么一点 皮子就用了这么一点 红色的 就用它提颜色 好 然后再看 给大家看看后背 后背 你看到了两种布吗 上面那个黑的 底下这个白的 看到了吗 这个这是我的衬衫 天哪 我心疼死了 因为实在找不着 合适又不了 就把我穿的衬衫 给剪了 放在上面 哎呀特别舒服 现在呢我是觉得 白的这部分呢 还有点大 面积还有点大 希望呢再调整一下 白的小一点 再加上一点深颜色 这可能就这个更完美了 这个是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衣服 你看这个右边的袖子 你们看这眼熟吧 就是刚才我说买的那个围巾 剪完了以后 你看剩下这块放在这儿了 真是好玩啊 特别高兴 明天是国庆节了吧 对